离港乡长徐光明正在办公室批乐公文 仔细听乡长的办公室里正播放着悠扬的轻音乐 离港乡公所为改变民众对政府机关办公环境的冰冷印象 半年前开始实施在洽工时间内播放轻音乐 期望透过音乐能安定人心的作用 不但让同仁们能保持愉悦的工作心情 有效率的完成工作 民众洽工时也能感到放松 我听了这样音乐的话是平静 已经是一定会平静的 而是说在心灵上可以得到一些舒缓 不会像工作压力这么大 越来越做越繁重越来越烦闷 因为这个音乐可以让人带来平静 在我们批公文的时候 还是在处理民众事务的时候 可以更平静地去帮民众去处理 可以更有效地去处理这些事务 之前民众来的时候是有反应说 就是有比较特别 就是我们这边有那个音乐 然后都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对 然后有表示还不错这样 然后我们自己听其实 也是蛮习惯的 然后听久了就觉得 有音乐其实蛮好的 对 心情上也比较清爽 不只在乡公所 就连阿里港公园及图书馆 也会定时地播放音乐 让民众休闲时刻享受美妙的旋律 徐光明表示 不论是在民众洽工 图书馆阅读 或是在公园运动散心 习惯借由音乐来活络环境的氛围 为离港商民打造一个轻松的居住环境 民众新闻施心亭杨正义采访报导